如果大家有去一楼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技嘉的摊位 非常非常的大 主要展示的部分的话 就是由我们的AI去 如果大家这边进程参观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去那边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我要讲的东西 是我们的New Gigabyte AI Solution 那知道今年因为黄仁君 然后Lisa Su 然后甚至我们的Infail Pattern 然后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都全部统一到我们的摊位 来去做站台的动作 那今天其实可以带到的就是说 第一开始我先大致上讲一下 我们的Nemi Law 然后让各位更了解说 我们家产品的定位 其实我们这边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系列 然后我们可以从旧版的 原本的7码 然后拓展到现在的11码 那前面是指Series 那包含我们的Category Unit Session跟Gigabyte Generation 那我们现在的Category有分为几种 一个是R系列 那R系列的话就是General的那个REC Server 那G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GPU GPU系列 因为现在只要大家听到含GPU的系统 然后就是OK 那我们的算力棒棒的 那再来就是H系列 然后我们的High Density 然后都取到Tapital的第一个字母 然后去做一个系列 那再来到我们的Family 我们这边的Family 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 包含了我们的Motherbal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系统里面 它可以明确的评维出 它这个Motherball 它的整齐 然后跟它的Solution 然后去做一个组合式的 然后把它Bundle在一起 那下面的SKU 就是会到了我们的Liquid Cooling 然后Air Cooling Motion Cooling 因为大家知道说 现在的TGP越来越高了 因为我们的奈米数越来越小 那在相同的空间里面 它所里面的密度 里面的Density 让的Core数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那越高的状况下的话 它的热度也就是会随着你的Core数 然后逐渐的提高 Performance会逐渐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就会在设定在1000瓦 因为现在气冷 能解决的极限 是在1000瓦左右 所以高于1000瓦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说 你要是采用的是Liquid Cooling 不管是Air to Liquid 或者是Liquid to Liquid 然后去做一个冷却的动作 或者是说 我们想要追求高效能 我们把所有的风扇给爬掉 把它泡在我们的特殊矿物油里面 的Emotion Cooling 那在下面都有在吃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不是说1000瓦以上的TDP 它的气冷是解不过的 是可以解得过的 那它解过的话 就是说它的U数要变得比较高 它的U数比较高 那我整会的Rate的Density 它就会变得比较 比如说 力度就不会那么高了 那这样子效益CP值来说的话 因为台湾最常讲的就是CP值 然后它放的东西的话 就可能会比较多那么多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一个大致上我们技嘉的Naming Road的架构 好 那下面这一张图就是我们的MGX 那我们的MGX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了我们的NVIDIA的规范 那也是做一个Common Design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旁边这个机构图 我们的ME图 那这边的机壳 所有的机壳 全部都是用我们技嘉的好伙伴Trimble的机壳 由他们协助我们一起设计 然后呢 它针对它的SERMO 针对它的Design 然后因为我们特别要求就是我们的Design是要Common Design的 我一套机壳里面要放三间厂商 不管是NVIDIA或者是AMD又或者是我们的Intel 都要放得进去 所以在NVIDIA的MGX下购下呢 其实NVIDIA有个规定就是说 我这一区的ROM一定要放我的Cardy 这一区的ROM一定要放我的PSU 那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有跟琴臣合作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机会 我们有分前面跟后面 就是Rial Side跟Front Side 它的PSU供电系统有可能是从前面走 有可能是从正面走 那它竟然已经规定说我的PSU插头往前面 所以大部分的供电系统的话会在前侧 那没关系 我们其实在后侧这边 我们有拉延长线到后面去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客户在前面 或者是后面的RAC 的Power Code设定的话 都可以去做支援 那在中央这边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的是我们的CPU Side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GH200 然后这些XV23 XH223 这种CPU的架构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所以在Intel的X86架构 或者是NVIDIA的C2 GraceGrace 或者是GC1的Grace Hopper 我们都能够支援 那在后面这一排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风扇区 然后这也是NVIDIA规定下来的 所以它的汽流是怎么走的 它是从前面吸进去 那把这些热呢 然后再导到后面 所以在我们的RAC Data Center来说的话 前面是我们的冷区 后面是我们的热区 所以它的Airflow是从前面到后面 那后面这边的话 就可以塞我们所谓的GPU 所以这边是GPU Side 那从这边可以看到的话 这是我们的Server的Naming 那Naming的话的CPU Motherboard 第一个就是N 然后S的话 就是我们的Intel X86架构 那S也是代表它的XP或者是AP AMD的话呢就是用Z 因为他们的Core Name叫Zen4 所以我们把它带到Z NVIDIA的话就是B 这是我们的NVIDIA Crace 那再到竞争 在到第三码的时候呢 我会看到就是说 X86 UP DP 好 DP的意思就是Duo Socket 它可以放两颗CP 当然它不会更高一点 UP的话就是只有一颗 然后Grace的话 Grace C2跟Grace Hopper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Module 它的出货模式呢 基本上就是NVIDIA 把一整块的Module 然后出货给我们 然后跟情形一起合作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 我们的系统里面 那再到了我们的Generation 第三代 因为我们技嘉的Naming rule的发展 其实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它的码数不够用 我们必须要去让客户 更容易去辨别我们家的产品 所以我们都会去做一个 四代一个四代的改进 那这个四代的改进 其实就是跟着我们的 CPU的Generation 去做一个更别的动作 那现在目前是已经到了第三代 那再来是MG 只要看到Module 是带MG的话 就是我们的MGX架构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就是Module的名称 会是这样子做七码的动作 那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Server的Naming X系列的X系列 这一次的MGX系列 我们全部都是把它命名为X 那后面的V就是Omiverse 那如果有听到黄德轩的Keyong Omiverse 大概就知道 就是说它是建构一个 原宇宙在网络里面 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 德国他们想要重建他们的铁路 因为我们知道铁路系统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那它可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交通 它会影响到所有的我的交流 交流到的那些流量 那会可能就是说 我边拆边盖边拆边盖 这样子的话会造成非常大的混乱 因此他们用Omiverse的OVX架构 它在网络里面虚构了一个 德国1比1的大小的国家在里面 然后就尝试着去排列组合 怎么样建构它会最省事 怎么样建构它会最高效率 怎么样去建构才能把它的冲击 它的Effect 把它的影响值 然后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这个是OVX架构在这边 那H的话就是XH Grace Harper Grace是指CPU的chip 那现在我们的CPU chip 在NVIDIA里面是AWM64架构 那这边稍微提一下 X86架构跟AWM64架构的差别 以一个简单 我在带团的话 我会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讲 X86就有点类似像已经盖好的房子 它是一个现成窝 你买来我付完钱 我就可以直接住进去 那AWM架构的话 它就是一个你买了一块地 还没打地基 你要自己打地基 你想要把它盖成豪华冬装 或者是别墅 或者是我的一个造访都可以 就是看你的马农都不够多 如果你今天马农够多的话 基本上他们就会比较偏爱就是AWM64架构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两个区别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 人知识 就是AWM64的话 他的发明人是一个实战家 他其实是不收钱的 我在AWM64架构的时候 他们买他们每一年都会有出不同的 version 然后去给大家去下载 那就是免费的种子 然后大家就自己去盖自己一下 然后盖着想要住的房子 那AWM要怎么收钱 那AWM的收钱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盖房子盖到一段 我遇到了一些土木问题 或者是说我这边的土壤 有些异化的功能 那要怎么去解决 那就是跟AWM讲 然后AWM就会派出他们的工程人员 然后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收费的重碰下的话 是就是去帮你解决问题的 那群人的用费 不是说他整个AWM64架构的 Base的那些研发软体的价格 所以这是X86跟AWM64的差别 好那再来就是NVL NVL Inference 所以到时候会出一个L的 那NVLink呢 Keynote上面也有讲 他就是把所有的Compute Note 然后去做串接 那最近这几天也是蛮多间 友商跟厂商在展那个GP200 那GP200就是用的是NVL的架构 他把所有的Compute Note 跟Switch全部连在一起 在以往来说的话 GPU呢 他只能是单台去做一个算力 然后再整合到了中央的 我们的Management Rake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是可以把所有的GPU Server 全部都给算接起来 靠的就是我们的NVL Link NVL Link最主要取出就是说 他的NV switch 所以他是透过一台中控 你可以把他拿着一个中控主机 然后控制所有的GPU Server 好那这边的话 再到了我们第三码 那第三码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Unit GUGU 那现在在GP200的话 他是用Ou 就是Oct的Unit 那一般来说他是Ru 那就是一般的REC Units 那REC Units的高度就是43.50L 好这是供应版 大家是不太会去改变的 好那再来就是Dash Dash就是不用看 那再来后面就是刚刚所说的SZVV 就会对应到上面这个VC 好这是VC 我们可以看到VC就是 然后第一个是NVIDIA 然后C是Gracus 所以他是Modern Ball 就直接套用进来 所以我才会说这一套命名模型呢 我们当初其实想的非常久 就是可以让客户一眼就骗示出来 就是说我这是哪一个Modern Ball 我哪一条系统拔哪一套Modern Ball 那后面的话其实就是一样 就是会说我后面要走的是Air Cooling 或者是Liquid Cooling 又或者是Emotion Cooling 好然后再来是我的分位嘛 然后我的分位是D级版 然后去做更新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ZeroNumber 然后去做一个诠释的工作 好那下一个呢 这一台系统 就是我们的MGX架构的系统 就长的模样 那X系列的 那它有分UP跟DP VU跟25 这是43.5跟87mm 这样子 那Architecture Modulized Design 然后用的是ZeroN的Eco跟Pico AP跟SP CNR Forest跟Granet Rabbit 那除了Intel之外呢 也是有AMD的Genova跟Pogamo 那下一代的话就是Tooling 就是看我们跟AMD的进程 我们一定会准时听DM的 那NVIDIA的也是 就是Gracys CD的发分 那最新一代的就是 浪购到了WebWayle 就GP200那边的 那所有资源的的话 就是到了我们的PCI GIMBY 那顺度是最快的 那Server的Management也是会有的 好那DCSC Module 那这个DCSC Module呢 它只要来源就是说 我们的 我讲技嘉部分好了 我们技嘉的DCSC Module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的DMC 跟我们的BIOS DU1 把它全部中在一张卡上面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当你一台系统的DMC 是中在Model上面的话呢 它如果整台系统坏掉 当然这个事情几率是非常低 但是我们系统要维持在 724小时的状况下公分 它的稳定系统是要非常高的 但是免不外乎就是说 突然来一个大地震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的话 它可能造成系统的损害 那会造成我们的DMC 会当机或者是烧掉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DCSC Module Flisbo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插把双换 所以我是把可能会坏掉 然后导致整台系统坏掉的chip 把它移植到一张小卡 那张小卡的话 我做成Modulize的话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做一个更换的动作 它确保我整台系统 是在运行的路上到路上面 好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后窗这边 也是跟前程有讨论到很久 我们的TL Project Leader 也跟他夸断就说 我们要什么样才能去 support 更多Decelator卡 然后在MGX架构里面 因为NVIDIA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明定到每一条 是需要做什么东西 它只有规范一个区域 那当然我们就会希望说 这个区域能让客户 用到最高效果的CP值 当然就是越高 好 这边右边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开出来的系统 我分为X86的DP XV24AX DP的XV24SX 好 这就是APSP 然后跟Intel的 然后SU跟ZU 这边都是MV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NVIDIA的确实 去问的话 XL44SX 好 这台目前现在在楼下有一半 那上面放的GPU是H200的GPU 然后还有一片我们的NV NV Bridge 好 那NV Bridge的作用在哪里 它跟NVIDIA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的GPU再跟CPU 假设我今天放了两张CPU卡 那我GPU卡 GPU1跟GPU2要沟通的时候 它必须要回流到我的CPU 然后再串接回来我的GPU第二张卡 如果今天有了我们的NV Bridge的话 我只要把我两张GPU卡 去做结合 那它沟通的时候 它就直接是GPU跟NVIDIA的沟通 就不用再回到我们的CPU 因为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路径一直在走 路径越长 它讯号的Lost其实会越高 那如果是直接把这个Link 放在GPU跟GPU上面的话 其实它的Delay或者是延迟 或者是它的一些讯号的折损 就会降到非常非常弱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NV Bridge 那再来就是XV23VC跟XH223的地区 好 那这边最后一张呢 就是我要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G系列 然后我们销售最好的系列机种之一 而且也是跟秦城合作最准的一个机壳 好 那这个机壳呢非常非常的特殊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2U8张GPU的系统 在如此的高密度下面的话呢 它的SERMO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PL跟秦城这边 我们CAMBLO这边讨论计出来的就是说 我前方会有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前方有两个风扇 然后中间那边也有两个风扇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状 侧边有一个网状盒 那边有做一个特殊的设计 那也是跟那一 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蛮活泽的 跟CAMBLO那边跑过来跑出去 然后其实最终设计出来 这个最符合效益的一台系统 那我的风扇会从我侧边进去 然后把后面两个KG 4张GPU的热情带走 那这样就完全解决了 就是说我会有课计的问题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可能会导致后面 它的热气站到了后面那个 导致后面那个档子 然后就前后会勾红 所以在最后面屁股章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两颗风扇 把所有的热气给收着 那这样的话一个良好的循环 就已经达到了 我的冷气 我的cool air 从前面的airflow走进去 走进去贯穿整台系统之外呢 我侧边 机格侧边还会有再有两道风流 再从中间再进入 那进入了之后呢 我把所有的热气集中 再从后面最后面两颗风扇 连这个引导带出去 那现在目前为止呢 我们自己一家现在开出来的SKU 最新的SKU是 V-code 跟D-code都有开 然后都是开ST的 那它的Core 性别太一样 DDP的话会到350瓦到500瓦时间 所以500瓦 500瓦解的掉 然后但是你也可以做成 V-code 跟A3 没有其实都可以做的 那另外一个要对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改成水冷系统的话呢 其实在机构上的限制呢 它会有一些干涉 会有一些阻碍 那好处就是当初在设计这套机构 跟情人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Design ID 跟Tremble讲 那Tremble就是会特别预游 所以就是说我们水冷管要怎么走 然后更正就是说 我的风扇可以直接全部把它要 把它泡进去 有个Emotion 过去里面 然后就会把他的 哦 我很听到最高 哦 所以那个是 我就在那边就不得不说 我觉得Tremble 他们在设计机构上面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联合 而且可以逃避到客户的 方向命名这样子 好 那这边主要的规格就是 TCI GIM5 是没问题的 因为最新的架构 已经都会导入在我们的QQ系统面 DDR5 也是OK的 6400 在上一代的时候才在4000多而已 然后现在就有 叠加到了6400的Management 这样的 客资 然后Server Management 都有 把OT UORONE TBM2.1 The Ready Cooling 跟Emotion Cooling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边 就是说我们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是已经把 The Ready Cooling 跟Emotion Cooling 都已经转入进去了 那下面这边的话 就是8张的DUOSLA GPU 好 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 开始讲的时候 就是说在2U2高度里面 GPU面图是最大的发展 那以往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放到8张到10张 你的GPU的RAC的高度一定得拉到4U以上 好 那4U以上的话 那你现在要换个方式 换个角度讲 我4U的话就等于是占掉了 我两台2U的系统的高度 那如果我今天用了形成的机可 那我这个RAC里面 我就可以省下了2U的空间 等于是我用两台2U的系统 我就有16张GPU卡 那我整个RAC的计算能力 跟我的Performance就会上升比例是成倍速性的成长 然后再经由我们的NVLink 然后就把它算接下来的话 那那个算力就是会非常进行 好 所以现在主要是开到这边的SKU 有分Redriver跟Switch 那Switch的功能就是说 因为CPU它有个限制就是说 它每一颗CPU的PCIe Lens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如果测8张 假设说16个PCIe Lens的话 8张那可能会不够 因为我还要想到就是说 我的DDR 我的RD 我的PCIe Slug 这一些讯号都是需要固定的资源 那这个Switch的话 装在上面的话 就等于是说一个征服器 我可以把16Lens的东西 征服出来之后它变成3-4-2Lens 所以它也是一个chip 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RacerCar上面 那Redriver的话其实也是可以 因为随着我们的奈米速越来越低 它的扣速越来越多 PCIe Lens就会渐渐的被释放出来 在以往的话是因为扣速不够多 所以我们才采用了Switch的这种架构 那现在到了E-Core P-Core 它的PCIe Lens到88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说 它就比较充足 比较充裕 那借由科技的进步的话 只要我们放上Redriver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动力到RacerCar上面去 所以这是我今天技嘉 然后来Trembo这边所分享的 这些BDT Slides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 我在那边够给你解释 等一下我们偷偷 Power Consumption是多少呢 Power Consumption吗 我们现在一颗的话就是 我们做Redundant System 然后两颗会各放至 两千六百瓦左右 两千七两千六 当然也可以更低 如果你今天放了GPU 脏处没有到8张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Design 就是把它的Power Consumption 这样 好那可能时间差不多 我就发给你出事了 谢谢